蔡蘭在社交平台說 Omakase當所有客人都是笨蛋 引來專欄作家周顯撒文回擊 攻擊蔡蘭30年前或是權威 但今日的水平連普通foodblogger都不如 回顧蔡蘭歷年來的事跡 其實她十分威風 1993年她曾為日本富士電視台美食節目 《料理鐵人》擔任評審 而蔡蘭亦是涉沾上的中國總顧問之一 入選的美食要符合四個標準 健康、真實、相對日常和解慘 90年代她還開始進軍飲食業 2018年更將墨爾本著名的 永記越南粉秘方帶到中環開分店 2020年開始YouTube Channel介紹美食 兩年時間已經超過16.5萬人訂閱 成績不錯呀